免疫疗法是否适用于体质虚弱的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相对于传统化疗,免疫疗法可能更加安全,有较少的毒副作用 这一点对于体质虚弱的患者来说是非常信任的 但是,医生必须在临床中针对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身体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才能制定更适合的治疗方案 这个过程往往是复杂多边的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医生评估患者身体状况的一些具体考量 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评分标准是美国医生常用的一个指针 这个标准是从患者的体力来评估他的健康状况和对治疗的耐受能力 如图所示,根据这些指标,患者被划分为六个等级 目前,大量临床试验,尤其是抗癌药物的试验 都只局限于身体状况比较健康的患者,也就是评分为零回一的患者 所以,当患者身体状况更符合标准二、三或者四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量,临床试验的结果是否适用于这些患者 总的来说,判断免疫疗法是否适用于患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病人的年龄、身体状况等都只是考量的一部分 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医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调查研究显示,免疫疗法相比化疗对于身体虚弱的患者可能更加安全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权威性的报告 对于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炎患者来说 同时使用免疫疗法加化疗,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如果患者身体状况虚弱,单独使用免疫疗法 有可能降低毒副作用,不过疗效也可能有差一些 综合上所说的各种因素 我们建议患者与主治医生进行有效的沟通 共同协商更合适的治疗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